大家好,我是阿爾巴特 這次這支影片是記錄阿爾巴特替車咖M-PRO田中Model 進行重新穿線整形以及補牛膠的工作過程 從前面的開合影片可以看到 目前手套雖然可以稍微開合 但整體並不順暢 且開合時掌心皮革會有凸起的情形 球友這咖主要想拿來傳接球而已 因此相應最能保持手套原始狀態的方式來處理這咖手套 所以選擇了重新穿線整形的處理方法 能提升開合的順暢度 也讓球型更加明顯 穿戴起來也更服貼 至於為什麼需要補牛膠 阿爾巴特就留到等等施作時再講解吧 出發 發動了 拔 photoshop strang pyro 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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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可以看到 手套内部的牛油胶已经少了许多 且没什么粘性了 可能会有球友觉得很奇怪 手套明明是新的 为何会有这种情况呢 手套的接球面有一部分颜色特别深 这就是所谓的肾油现象 通常会发生在出厂蛮长一段时间的手套上 如果大家有兴趣多了解肾油 可以留言在下面给我 改天再找机会与大家聊聊 阿尔巴特在刚拿到这咖手套时 觉得掌心的部分特别软 跟其他部分的硬度有明显的不协调感 因此有告知求友 可能会需要做牛油胶补墙 拆开后果然不出所料 该进行调整了 首先先将原有所剩不多的牛油胶刮除 确保之后补新的进去后 不会因为旧的牛油胶块 产生异物感 这是蛮重要的一个步骤 之后将新的牛油胶涂抹进去 涂的范围与厚度 以及量的多寡 都会影响到之后接球的手感 以及接球面的平整度 牛油胶主要的目的是 结合手套接球面与内里的皮革 以及一些缓冲的效果 所以并非是抹得越多越好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软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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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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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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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